從啟示錄中,聖經已經清楚描述整個進程 當中包括第六章所提及,七印的打開,以及四馬的審判和當中的形態 很多人將注意力放在第六章,因為當中的審判包括各種可怕的天災人禍 並且會導致地上最少四分一人死亡,甚至君王神載都不能夠行免 這是所有人都不想見到的事情 但很多人忽略,其實七印七號的打開,四馬的審判災難的臨度又是為了什麼呢? 答案就是啟示錄十七十八章所提及大淫婦巴比倫的傾倒 因為神的審判預告地球的時間快將終結 人們能夠再好像以往,好像世界沒有盡頭的一樣 每日繼續沉溺於奢華現樂、假宗教、巴蘭的生活 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是神所徵護的大淫婦巴比倫 外表上裝作是屬神的身婦 但內裡卻是愛世界、犯罪、甚至喝醉星徒的血 內心最醜惡的淫婦 因此,在最後的時間,當神婦已經完全責任於天國的時間 神要以七年大災難,落開所有經濟繁榮 毀滅他們所愛慕的奢華現樂生活 為的就是要讓他們能夠反省,能夠有最後悔改回轉的機會 然而,世界不是突然間,在偶化的情況下出現啟示錄的劇情 相反,啟示錄所描述的經濟審判,其實是被Freemason 所控制 他們就是驅使這個世界進入七年大災難的一群人 Freemason 在世界舞台的背後潛伏在歷史中 掌控著世界的政治和經濟 為的就是要讓整個世界,在適當的時間,進入啟示錄的劇情 引發全世界的經濟動盪,讓四馬的審判誕生 亦完成第四獸的使命,讓神的旨意成就 因為當人們失去一個穩定的社會和經濟 失去他們窮一生所追尋金錢至上的生活 失去那些他們以為比信仰還重要的物質生活的時候 才有最後機會去想一想信仰與及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價值 在大復興中,當他們失去一切的時候才會有機會作出反省 所以,神將他們推入七年大災難之前 神最後的恩典就是放下Win Lang No.1 抑制石安教會的信息和故事成為標準答案 成為最後一絲的機會讓他們可以成為奔客 並且在這段時間有機會賺取他們自己的禮服和禮金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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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